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营营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二一零 从体上讲 整理者 心灯 赌诵者 心音 离体说法 名为相说 离体说法 名为相说 体 即是性 离开自性所说的法 都是事项的 现象的 皆是心外求法 不能谈到真正的核心 比如 你跟一个人说 佛说布施会得到福报 有空你就来布施 常拜佛能消业障 反正你拜久了 筋骨也会比较好 你有空可以去买个蒲团 没事就打坐 当成休息也好 你有空可以抄写六祖谈经 和金刚经 因为经典 说其福胜比 这就是相说 一直在谈论现象 跟信徒说法 一般都是从相上在说 如此是度不了别人的 比如 世尊赌周立盘特时 不是不直接奖心 而是因为世尊 跟周立盘特的奖心 他听不懂 所以才叫他去扫地 以此来引导他 等到有一天 周立盘特知道要扫除新垢 请世尊跟他印证 世尊就当下跟他印证 如是 如是 一句话就启入了 何为线上说法呢 何为相上说法呢 比如 有一个人失恋了 你跟他讲 下一个会更好 或 何必为一棵草 丢掉一片森林呢 何必为了一枝花 遗失整片花园呢 而新地说法则不同 当别人已经不爱你了 你怎么舍得不爱你自己 因为关键在于我们的心 你要注意观察 并非只有修行才不离开心 原则上 你人生整个的过程 都没有离开心 比如 你没有讲到心 你就遗失了根本 就抓不住重点了 当你抓住重点 有很多事情表面上很复杂 其实可以四两拨千斤 一下子就开了 比如 有的人要自杀 你可以跟他说 身体要死比较快 心是死不了的 他可能会因为这句话而愣住 你若不会从心的角度来说 则自信常迷 不是你的心抛弃你 而是你遗忘了你的心 众生是佛 只是众生迷失了自己的佛性 佛性从没有离开过你 你为什么不知道呢 同理可证 一个人的关键 不在成功失败 而在于他如何善待自己 善待别人 以及善待这个世界 重点不在于成功失败 因为成功失败 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强调的 即你过得好不好 这其实就是心 你不要只会劝别人 而不会劝自己 你自己要先领悟 领悟之后 你就海阔天空 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 你现在是什么心 会决定你的未来 假如你过去迷失很久了 你如今要觉悟 意识在于你的心 有决心之前 要有决心 你有下定这样的决心吗 当你下定了 决心就很容易出现 你会很容易醒过来 醒过来的心 就像我常劝各位 你要经读一本书 你要熟读一本经 而非停留于解释 如果你要当老师 你要上台演讲 你好好研究就可以做到 然而经读则不同 那是 你读了一本书 能让自己一辈子都受用 并非你要读哪一本 可以根据你个人 我常讲 你做生意 你也不读孙子兵法 你当管理者 你也不读韩非子 你想好好带人接物 你也不好好读论语 你想修行开悟 也不好好读一本佛经 这样怎么可以呢 好好读 你就能够受益 文后思维 在世间生活 你能否事事不离心呢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